大家好,这里是穷色给予,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2018年,日本NHK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关于山河大神的纪录片 让这群热领13.6美元的中国年轻打工仔受到世人的关注 这些打工仔有的身负债务,甚至没有身份证 也与家人很少来往,失去身份证,无法购票,无法离开山河地区 但也有些大神明明没钱,却又不去工作,过着没有明天的生活 这群打工仔主要牺牲在中国广东、深圳市、景乐新村的新海性人力资源市场附近 围绕着该区最大的人力公司生活 山河由于生活成本非常低廉,成为了低收入人群的乐土 人数最多的时候,山河人才市场周边的大神多达上万人 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来袭,让山河大神们的生计没了着落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疫情是怎么杀死这些山河大神的 山河大神主要的居住地,就在三年路与东环一路交叉口南100公尺的村子 正好是山河人才市场的正后方 在山河人才市场旁边,则是景乐新村 2018年以前,景乐新村到处都是非常廉价的床位 以及灯光昏暗的网卡 山河大神们就在这里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以及打发工作资予的时间 在景乐新村,几乎所有大楼的一楼都被改造成网卡 二到六楼隐藏着许多廉价旅馆 一个晚上的花费便宜到令人难以想象 大多是白满上下铺的床位房 床位普遍只要2.3到3美元 大一点的单人房也只要4.7美元 不但有WiFi,还有24小时热水 不过如果想要空调就得多花钱 相较之下,有些大神觉得网卡是更好的去除 山河的网卡不管任何时间都坐满了人 玩网路游戏的居多,没有人玩单机游戏 山河的网卡里也很少有27寸以下的电脑屏幕 因为山河大神普遍认为 屏幕愈大,电脑就愈好 绝大部分的网卡也没有点名 就挂着网路出租屋的招牌 包业0.78美元 对于普通的白领来说 可能只是一瓶饮料的钱 但在山河却能解决一晚上的住宿 山河大神一天的生活是怎么开始的呢 每天早上4点 数以千计的求职者聚龙在海信山河两栋大楼之间 等待着一天的开始 刚出摊的煎饼铺转眼间炸好几个酸菜煎饼 每个只要0.2美元 隔壁的河南湖辣汤同时也拉开了铁卷门 少少的八个凳子永远坐满人 湖辣汤一碗接着一碗的传递出去 沾着汤水的油黑手指又将钱传回来 山河大神们蹲在原地就开始大口喝汤 有的连汤池也没拿 几个小时后 人们一群一群的被人力中介带走 上车 带到那些等待他们上工的工厂 在山河有三类人在这里生存 体力贩卖者 掏金者 灰色交易的代理人 一名年轻的山河大神 从国中毕业起 就跟着村里的亲戚外出打工 由于手头寄居 业余生活枯燥 他在工厂里学会了跟别人去网咖 来山河的第一年 能找到的大部分工作 大部分都做过了 从服务员 快递 城管 保安 到工厂零事工 但第二年开始 他就只愿意做热心工作 有人可能会很好奇 为什么山河大神 不愿意去找政治的月薪工作呢 就进场工作来说 要求并不算高 但多数山河大神 鄙视进场当作业员 即使满足工作条件 仍不愿意进场 做这种零月薪的工作 富士康不只招募短期工 也会同时招募正式员工 相较于其他零热心的工作 富士康工资稳定 缴纳保险 河腿修金 工作强度也不是最高 但无法吸引山河大神 多数人厌恶在工厂里生活 很多人来山河之前 已经在工厂待过好几年 现在一天也不愿进场 他们说 因为混得太久 已经习惯了 但确实 也有少数人会被富士康拒绝 因为种种原因 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证 又因为更复杂的原因 没有不办 对山河大神来说 做一天玩三天 是他们的生活态度 靠着每天打零工 领着日节薪资过火 困了就睡廉价旅馆 想完就去网咖 可乐就买冷饮 饿了就吃面条 上述费用 加起来总共也不超过6.2美元 远低于任何中国一线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准 如果找不到工作 他们就变成挂币仔 挂币是山河大神们常用的词 指的是身无分文 周投无路 也用来形容天天不上班 每天躺着当尸体的人 在山河大神内部 也有分成不同的派别 柜区工厂的这类 往往是被鄙视的群体 就像是背叛子一样 成了嘲讽的对象 另外群人 做着热心工作 没有工作时 就自称挂币 2016年11月 中国政府曾经对景乐新春 进行过一次整改 黑色仲介被取缔一空 治安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不管是住宿还是上网 身份证也明显查得更严 整改让山河人数巨减 然而尽管街道办多次整治 效果仍不佳 因为街道办在很多领域 没有执法权 尝试治标不治本 另外 山河的利益错综复杂 只要一整治 就会有经营者来关切 于是在整治一两个月后 山河大神又开始回国 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出现 彻底打乱了大神们的生活节奏 疫情期间 深圳的城市公共场所 以及小区纷纷实施封闭管理 小区不准进出 网咖也纷纷关上了门 在景乐新村内 找不到一家网咖 只有在一些店面门口 贴着网路游戏宣传的图片 可能曾经是一家网咖 从玻璃门内看进去 桌椅胡乱的放在地上 但却一台电脑也没有 根据小卖部老板说 这些网咖曾经很多人 但是疫情期间 全部都关门了 在帮旅馆拉客的大神也说 这些网咖都是疫情期间被取缔的 无一幸存 不少曾经门庭弱势的人力资源市场 中介机构也已经关门卸业 没了大神 网咖也无法经营 没了网咖 大神们也没了取出 虽然网咖旁边的旅馆 还能提供一个落脚点 但要住者需要身份证 这半年来 随着深圳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 商和人才市场的大楼被封锁 找工作的门路也跟着断了 以热心零工为生的商和大神们 失去了收入来源 对他们来说 只剩下少数的方式可解燃眉之急 例如卖身份证 卖微信号 最后还可以卖手机 在商和市场周边 微信号 手机 身份证 是除了现金以外的三种货币 虽然都是一次性的 一个微信号的价格 大概在几十元到三百元人民币不等 一个使用数年的微信号 大约等于商和大神 做一天能赚到的钱 而一张身份证 可能还不如一个微信号 身份证在商和也是有标明价格的 微信号是依使用年限价格不同 而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就决定了价格 1980年之前还能卖到6.2美元 1980年到1990年的可以卖到12.4美元 1990年后的最多可以卖到15.5美元 现在2000年后出生的已经满20岁 加入了卖身份证的队伍 卖完了身份证和微信号 手机成为了下一个目标 实际上 在收购微信号的队伍里 就混杂着收购手机的人 在微信收购的买家一涌而上时 旁边一定会有收手机的人问你 手机买不买 俨然是一条龙的服务 从身份证到微信号到手机 没有去处的商和大神被八个金光 商和大神不愿做领月薪的工作 把大部分工厂刺为黑厂 完全不相信可以通过勤俭和努力 实现社会地位飞跃的这种毒鸡汤 也没有兴趣改变现在的状态 在外人看来 他们是死猪不怕滚水烫 但对商和大神自己来说 似乎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 但也已经无理改变 整改没有让大神离开商和 但疫情之后 商和大神们的世界真的崩塌了 为了帮助和安置露宿者 深圳龙华街道办 在两所学校设立救助站 救助站免费提供死宿 街道办还会给救助站里的人 提供工作机会等 比起露宿街头 救助站有吃有住 生活明显改善了许多 高峰时期 两所救助站收留了上千人 现在在山河人财市场周边 山河大神几乎已经绝迹 除了疫情影响 景乐新春不少大楼已经被企业租下 改造成了长租型的公寓 当然租金也跟着上涨 改造过后的房间 每间房最低也要139.7美元 这是山河大神无法负担的金额 有人说 山河大神已经走入历史 但也有人说 山河之外 大神们正在开发新的基地 江苏昆山中华园 上海车墩都可能是下一个目的地 好了 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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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